不只是你很多投資人應該都是傻傻看不清楚 那麼在現在多空拉鋸的情況之下 投資人選股有哪一些重點 那麼哪一些個股呢 會是目前比較理想的標的呢 對 本來上週還是預期說 如果外資的買盤沒有持續放大的話 可能會有投信的布局股來接放 但是因為上週五明顯看到出來 盤勢還是由外資來控制 所以我覺得近期又回到我之前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看起來大型股撐盤的力道比較強 那當然今天比較標準的互盤股 是像大力光 客森 台積電 那這些個股可能相對比較大型一點點 倒是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有外資比較布局 那今天要比較強勢反彈的股票 像是元泰或者是盛華 甚至友達等等 這些相關性的個股 因為今天盤面上的氣勢算還滿強勁 那LED族群跟太陽能族群 因為是一個短線的題材 我建議大家還是搭配一下法人的動向 也就是要買的話 最少看一下外資跟投信有沒有布局 不然可以留意看看這一週 包括像可成 他有辦法說 友達要辦法說 能不能帶動相關性的產業 或者外資回補的買盤 我想都是投資民有多加的留意 先來看護盤股 再來抓反彈的指標股 謝謝漢威幫我們做的分析投資人 可以多多的來參考了 這裏 我會選手 靈意 都特性